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育前說 我是楊玉華的分析師 我們來看看今天台股的走勢 今天大跌了171點 兩天 端午過後 就兩天跌了314點 很多人說 老師 台股這個地方 準備要開始崩盤了嗎 台股還有救嗎 這個時候還可以進場嗎 類似這樣的問題 這兩天真是雪片般的飛來 一直在問我相關的問題 我一開始 節目一開始你聽好 我先給你一個結論 不要太想這個 完全沒有崩盤的條件 目前完全沒有 還沒有看到台股的郭口格局有敗向 完全沒有 所以先不要想那麼多 但是不可否認 我其實昨天已經跟他說過 目前台股我的看法很簡單 會在16800點到17500點 這個區間做相形的政戰整理 就在16800到17500 大概這個地方 做一個相形震盪的整理 指數的部分 什麼時候才會繼續再往上攻 往上再上一個位階 要等7月中旬過後 為什麼 我等一下慢慢跟大家說原因 這是有原因的 當然不是說隨便講的 我跟他慢慢跟他講 目前就是在這個位階 真的不要想太多 台股會崩盤 所以以目前現在這個時間來看 我認為如果你現在手上 還有一些資金的朋友 真的是聽我一句話 明後天真的是可以找一些 低級級的股票 準備進場做佈局 那你也不要覺得說 那竟然指數會震盪整理 老師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有必要這個時候進場嗎 我可以等7月中旬再進場 No No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指數 除非你是做指數的朋友 指數歸指數 個股歸個股 個股的走勢不會跟指數完全 100%同步 什麼意思 個股有一些基期比較低的 就會先發動 那有一些基期比較高的 就會先暫時做震盪整理 來 我們看一下好了 你看今天喔 今天雖然說大盤跌171點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貴買指數 早盤其實他已經率先指紋了 早盤衝高 尾盤雖然說有一點壓力在拉下來 那貴買指數早盤指紋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早上這一段 已經很多中小型股在活蹦亂跳 活蹦亂跳 就像我剛剛說的 現在變成說一些 各國部分會變成一些高低機器的轉換 所謂高低機器的轉換 你如果今天有仔細注意整個盤面上的變化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這前陣子比較強的一些 不管是AI概念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一些 AI衍生出去的一些零組件 不管是機殼族群 反正您知道就知道 今天其實普遍偏弱 那 這兩天比較強的變成什麼 7月份的 人家說遊戲股 7月 暑假到了 打遊戲 遊戲股比較強 還有什麼 安控族群 安全監控的 因為安全監控 從3月跌到4月 跌到5月 跌到6月 跌到最近 在下跌過程中 底部整理一段時間 最近開始轉強 這個族群就是相對機器低的 今天的盤面上是變成這種轉換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指數沒空間 整個做股票就硬性能深 反正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找一些 剛好有一些股票 被影響到跟著一起拉回的股票 經常做佈局 這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先聽好我節目一開始的這個重點 接下來我來跟你講 為什麼要在7月中旬 才有機會在網上公 因為最主要 其實台股在兩天跌 最主要就是在反映 美國聯準會包偶的談話 因為雖然說上一次的會議 6月那一次會議暫停升息 可是7月份 有可能又會再重啟升息的循環 甚至到年底還會再升息兩碼 還會再升息兩碼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我已經說過了 包括我就是偏官方的談話 說通膨還是很嚴重 打壓通膨 維持到長期兩趴目標 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還有把但書說什麼 要看接下來的經濟數據跟就業數據 接下來有什麼重要數據 就在這個地方 本週五會先公佈 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 這是聯準會滿會關注的 一個重要的物價指數 本週五 那7月7號下禮拜五 公佈非農就業數據 7月12號星期三 消費者物價指數 我反而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也是去年一整年 影響到股市漲跌因素 非常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你有在注意 每一次這個數據一公佈 要嘛不是旗子 要嘛不是急掌 要嘛就急跌 要嘛不是急掌就急跌 所以你說這個不重要嗎 最重要的是它 7月12號 然後隔天 7月13號禮拜四 會公佈什麼 生產者物價指數 這就是我說 為什麼會先整理到 7月中選原因 因為這些數據 會影響到接下來 7月底那一次的會議 聯準會到底會不會 再一次重啟升息 最重要的 就是這些經濟跟就業數據 那如果這些數據 還沒正式公佈前 其實坦白講 市場上一定有一部分的人的資金 是偏保守偏觀望的 這很正常 這非常正常 其實你看美股近期的走勢 大家也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美股近期也是異性南山 也在一些鄉斜那邊做區間 做震盪整理 因為就在等這些數據 那我剛剛說過 最重要是這個數據 其實我的看法很簡單 這一次7月12號會公佈6月份 其實這一次的CPI數據 從去年6月份 就是2022年7月13號 公佈6月份 公佈6月份的這一次9.1% 是最高 之後連續11個月下滑 到上個月5月份是4% 那你說這一次 剛才記得嗎 聯準會長期目標是多少 是2 你說這一次會看到2嗎 其實坦白跟你說不太可能 以目前我看的所有的相關數據 包含現在美國的一些房價 房屋的指數 物價 因為CPI組成是很多東西組成 包含大眾物資 包含你吃的 包含你的物價 包含你的油價 包含你的房租 包含你的運價 等等的所組成的一個 消費者物價指數 就是簡稱的通膨指數 我目前去看說真的 你說2不可能 可是是有可能看到2字頭 簡單來說這2.9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這一次公布出來 2.9% 2.9% 其實我以我對這些官員的了解 7月份那一次只要維持原狀就好了 維持原狀不用再升息 讓貨幣政策目前的高率率水準 再維持一段時間 通膨就會再持續下滑 就會到達他們的不標 其實根本沒有必要那麼激進 所以我大膽預測 只要6月份這一次 見到2開頭2.9就好了 2.9開頭 7月底絕對不會升息 如果那個時候台股就會重新 重新再攻一波 指數的部分就往上一個位階 往17500點之上再攻擊 好 往17500點之上再攻擊 先聽好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也可以觀察什麼 觀察我跟大家講的 FaderWatch這個表 目前來看的話就是7月份 7月底這次會議 升息一碼的機率是最高 這個是每天都會變 剛剛這些數據公布出來 這個每天幾率會變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這些 剛剛那些數據公布出來結果 機率上有變 如果這裡 你說要區距離那種機率很低 其實這邊如果只要低於20%以下 很透明 我恭喜大衛很透明 我先把這個重點先跟大家講 先把這個重點 那我們回到台股來看 剛剛有人說要崩盤 為什麼要崩盤 這個是2021年加權指數的走勢 2021年10月到現在 為什麼我要拿這一段時間跟他講 因為有人說 老師啊 最近這幾天的下跌 你看這幾天的跌 好像是這裡 好像是2021年年底 這個高點1869下殺這一段 會不會這邊就砰 如果是這樣子 我這個時候要趕快跑 還記得我一開始節目怎麼跟你講 不要太太這個 今天不要太太這個 為什麼 其實這兩段的最大的課點 其實這兩段的組成完全不太一樣 為什麼 我所謂說的組成 你要看這一段時間 就是這裡 這一段時間跟這一段時間的組成 是誰買的 誰沒有進場 有沒有過熱 當時的時空環境背景是怎樣 還回來 一個一個跟大家做分析 這一段 這一段從2021年10月 漲到2021年初 我沒記錯這邊是1月5號的樣子 最高來到歷史新高 18619點 這一段三個月 漲了多少點 漲了快3000點 這一段漲了快3000點 那這一段呢 從5月15號 我那時候在5月中旬 我一定有跟你說過 當時因為在公佈一些季報 就是第一季的季報有一些 因為那時候變成說 那時候狀況是這樣 公佈出來好的不一定會漲 公佈出來的不好的也不一定會跌 像偽創 我印象就很深刻 偽創公佈出來的那個 財報極度難看 但是照樣給你漲 當時沒有一個準則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明確跟大家說 一定要等5月15號過後 所有的財報全部公佈完畢之後 台股才會攻擊一波 果然就從5月16號開始攻就對了 這一段啊 一個月漲了快2000點 還記得嗎 剛剛三個月漲2000 現在一個月 剛剛是三個月漲3000 現在一個月漲2000 時間剛剛是花三個月 現在花一個月 那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什麼 法人攻擊步驟 複習一下 法人攻擊步驟 第一步驟是什麼 拉指數 中小型類股輪動塊 不就一個月拉2000點 不是很明顯就是拉指數嗎 所以後面那一段 我也很明確跟你說啊 第二階段指數空間不會太大 我說過指數小漲就好了 也不用漲太多 小漲就好了 個股的空間才會大 好所以這個是從指數 角度喔 指數的部分來跟你做分析 這是第一部分 來第二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 這一段外資買了大概1500億 台股這一段啊 已經能買了大概2500億 當時才買1500 現在買2500 外資買很多呢 其實沒有啊 你們知道外資去年 2022年外資去年賣多少嗎 賣了1.23兆 1.23兆 這一段時間才買2500億還好 如果你把今年一整年加起來 今年一整年才買4000億 也說得也還好 我已經說過這是法人回補的第一步而已 所以外資也不是什麼問題 法人攻擊第一步驟 那看一下融資 籌碼面看一下融資喔 當時這一段喔 融資水位大概2800億 2800億 目前這一段喔 融資水位大概1900億 什麼時候危險 2500億才是危險 因為2500億代表所有的人啊 不要說所有啦 原本不相信這個行情的人 都相信這現在的行情了 全部都跳進來 所以用融資大局的加碼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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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碼 所以融資太高 水位太高 過熱也不好喔 欸 股票市場很好玩耶 你知道股票市場是這樣子喔 當大家越不相信越會漲 當大家完全相信這邊行情 完全沒有任何警覺性的時候 股票就會給你跌 股票就會給你跌 它就是一個逆向的心理學 它就是逆向心理學 然後這方面的部分 你就可以從籌碼方面去看得出來 所以你說融資 現在才1900多億 沒什麼問題啊 最後一個 兩個時空背景 當時這一段喔 是準備 就是準備要開始升息 這一段維持零利率嘛 什麼時候開始升息 2022年3月 3月份的時候開始升息 升息完之後 因為一直升一直升 而且升的幅度一次三碼三碼三碼 我沒記錯的話 連續四次升三碼 所以去年崩這一段 那現在呢 現在已經開始準備要暫停升息 已經開始準備暫停升息 兩個時空背景完全不同 我昨天是也跟你分享過 真的不用去相信 因為說官員講的話 有時候真的是聽聽就好 如果你還有印象 古靈久一點你要有印象 其實這一段時間喔 鮑爾跟你講什麼 他說通膨不用怕啊 現在我所有看到的數據 通膨根本沒有很嚴重啊 根本就不會馬上這麼快 重新升息啊 現在跟你講這些話 結果最後呢 升報了 升報了 所以現在一樣嘛 我就說官員講話偏官方 他現在他看到相關的數據就是 通膨還是這麼高 維持他們長期目標2% 還有一定水準 他當然不會把話縮死啊 其實就跟當時一樣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當時這一段 你看到所有相關的數據 都是通膨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沒有 沒有當時的數據 所以他有多少數據 他就講多少話 然後從來沒有把話縮死過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當時的時空背景 這裡的背景跟現在背景完全不同 所以結論再告訴你 你真的不用怕 目前指數就是一個多頭格局 拉回的震盪做整理 你反而要利用這個時間點 去找一些飢餓股票 逢低進場做佈局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下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已經說過法人攻擊的步驟 第一階段拉指數 中小型類股輪動塊 目前就在第一階段 跟第二階段的中間休息時刻 就跟打籃球一樣 你打完第一節打完第二節 中間要有中場休息 現在就在中間休息時刻 休息時刻指數呈現震盪 中小型類股輪動還是快 輪動還是快 這個時間點就是我一直跟他強調 很重要的重點 你要去要怎麼做 找有奇才有基本面 有未來展望性的股票 逢低進場做佈局 剛好利用這個震盪的時間點 要做佈局要做卡位 你不要等到這個實貫 第二階段中小型股全面噴出 那個時候才會在進場買虎 盡量買虎 反而這個時間點 有好的買點可以買 為什麼不買 要買的比人家高呢 要買的比人家高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這是今天的新聞 拜登再發紅包 台積電大檸檬網 主要就是因為 白宮托照晶片法案的適用範圍 就是會補助一些 去美國設廠的一些設備股等等之類 所以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所以相關的一些設備概念股 可以做留意 為什麼我今天特別拿出來講 其實因為台積電的設備概念股 會跟他分享一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其實說真的 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受惠於AI的概念股 不管是輝達的晶片 不管是AMD的晶片 原則上他的代工廠都是誰 都是台積電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台積電今天已經相對的 台積電今天跌2塊 你還記得今天跌100多點 台積電跌2塊 其實台積電已經相對的指紋了 今天絕大部分時間他就是穩盤 穩在盤上相對的強 台積電的指紋 其實對於指數的角度來說 也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畢竟台積電 賬台股的權重非常的大 絕對是一件好事 以台積電目前 以今年的營運狀況來估 上次股東會 公司已經說 可能還是會呈現小幅的衰退 可是明年會恢復成長的動能 今年的EPS預估是33塊 明年預估有機會回到40 去年是39 以台積電過去平均的本益比 大概是20倍 那你自己去算 其實台積電是還有上漲的空間跟動能 但以台積電衍生出去 我就跟大家說過 台積電的設備概念股 可以留意 在哪裡 在這裡 還記得馬上發包重股 這五顆金重 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過 裡面有哪一些 裡面有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因為台積電設備 最主要就是受惠整個AI晶片的熱潮 要代工要找誰 要找台積電 台積電產能不夠怎麼辦 就是要擴廠 所以它不管在日本 在德國 在美國 在台灣 都有相關的計畫 它的產業的成長 都有在向上 裡面就是有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什麼股票 今天直接公開 3680的加登 來我們來看一下 3680的加登 其實今天早上還不錯 早上還在創高 最後因為我剛剛說過 大概10點左右一起拉回 為什麼我說真的 為什麼我今天特別把加登東開 因為我剛說過 你反而要趁著這段時間的震盪 有些股票 其實坦白講 在我看來它原本是要攻的 因為今天盤勢 真的整體的氛圍不好 所以一起被拉下來 你看它走勢都知道 今天走勢 早上一度就在攻 10點過後跟著一起這樣拉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特別公開 因為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這裡就是有肉可以賺 這裡就是下半年有機會會發動的黃金 所有今天特別公開 3680的加登 你反而利用接下來幾天如果有拉回 這檔股票可以留意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3680的加登 非常機優的一檔股票 除此之外 我在提供你兩檔股票 你可以做注意的 哪兩檔 一檔就是6187的旺潤 COVAS的概念股 COVAS的概念股前陣子很紅 前陣子很紅 我前面這一段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過了 你可以去看我當時的節目 現在 漲了一段之後 稍微整理一段時間 還記得嗎 記得什麼 先拉線嘛 題材確認好之後 確定它有未來展望性 確定它有未來發展性 確定未來有基本面會去貢獻 確定完之後 技術面 拉關鍵一條線 它的線在什麼地方 剛好現在就是來到線附近 所以我要提醒你 6187的萬潤 台積電子設備概念股 你也可以追蹤跟注意 除此之外 再提供你一檔股票 這一檔我也很熟 3583星雲 它線在什麼地方 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早盤是不是有破線 很明顯 早盤破線 破線之後就容易再拉回線 因為這條線就是一個 強力支撐線 這條線就是強力支撐線 剛好利用這幾天的拉回 股價回到線附近的時候 就是可以勇敢進場 做布局的時候 3583星雲 一樣是台積電COAS概念股 你可以做留意 你可以做留意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些黃金 這些粽子還有什麼 除了加征之外 我今天在公開一檔股票 因為我說過裡面的粽子 裡面包什麼料 除了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還包含什麼 包含軟體資訊服務的 因為為什麼會特別 跟他推薦這個股票 因為軟體資訊服務 我普遍有AI概念 有資安概念 有碳權概念 碳交易所 預計在7月底就會成立了 為什麼會跟軟體有關係 因為現在所有的一些公司 那些碳權之後要做買賣 你有多少碳權 你生產這個產品 有生產多少二氧化碳等等的一些 都需要相關的軟體相關的公司 去做計算去做盤查 那這個就是需要相關的軟體公司做服務 其實今天已經有蠻多檔股票發動 在今天這種大跌百點 它已經平均漲2%漲3% 但我裡面這一顆是哪一顆呢 6689英雲股 它是碳權的概念股 軟體概念股 來 線型看起來真的不好 但是我說過這個族群 你如果去看 跟看安全監控是一樣的概念 基期相對的低 這檔股票 目前剛好就在 它的線在哪裡 再比到前面一點點 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也在線附近 它也在線附近 這一檔股票大家也可以留意 6689英雲股 碳權交易的股票 碳交易的股票 那最後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提醒什麼 有兩檔股票 哪兩檔 講一段時間 老朋友啊 二三五六英葉達 原本的線在這個地方 我這邊做一段 這一段上去 我獲利25% 100萬賺25萬先出場一趟 出場一趟之後 我說過 獲利出場之後 不是不理它 不是不管它 不是的 一樣啊 它每線會動 它目前就在線附近 今天跌3%多 它就在線下 今天收盤是在線下 剛好就在線附近 二三五六英葉達 不要忘記它的存在 伺服器概念股 因為伺服器 今年年負荷成長率 22%以上 其實它成長動能 還是非常非常的強 二三五六英葉達 那還有哪一檔股票 3706的神達 一樣啊 今天跌4% 跌4% 那不就是讓你有機會 它陷在這個地方 很明顯吧 很明顯是不是 很明顯 所以重點來了 對啦 對啦 如果你這個還沒有收取的 記得一定要加入我這個LINE 掃描這個QR Code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搜尋這個LINEID RICH948 或者你目前在看影片的朋友 按個暫停 下方有更多內容 有個說明欄 點進去 就可以索取這份資料 目前還有三顆種植 還沒公開喔 這裡面喔 還有很多保在裡面喔 包含什麼 包含顯卡板卡的 包含航太林組件的 這裡面還有三個保在裡面喔 最後我還在跟大家講啊 節奏加耐心 節奏加耐心是 讓你面對6月底到7月中旬 這段時間啊 只要掌握住好這個節奏 掌握住好整個耐心 這一段時間你就會有賺不完的錢 7月底過後 主身段來臨的時候 你才會在車上 那我今天的節目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謝謝各位 您們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